本周二 在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了亚洲餐馆月启动典礼 帮助振兴受疫情打击的商家和企业 来看报道 这是继上个月亚裔商会成功举办亚裔美食家系列活动之后 邀请政府单位和各大企业赞助支持下 成立大休斯顿专属的亚洲餐厅月 包括活动的网址即将开通 疫情以来 餐饮市场受到很大的影响 随着住院率和检测阳性比例的下降 休斯顿商业重新开放 亚洲餐厅月通过亚洲风味美食来展现 休斯顿丰富的亚洲美食和活跃的社区 同时帮助餐馆食品业的振兴 现场出席来宾有知名企业赞助商及官方合作伙伴 餐饮业负责人 休斯顿市长也颁发证书 公告六月为亚洲餐厅月 尽量在第一届把它做到进山进美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再接再历 把这个做成一个 休斯顿一个让餐饮业值得骄傲的一个节目 清唐人休斯顿记者站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商